2006年,香港富商王鲁云在斯坦福大学设立了一笔奖学金,优先颁发给中国大陆学子,其次才考虑港澳台湾留学生。 而他之所以如此照顾大陆学子,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抗日名将王耀武。 直到去世之前,仍然觉得会对大陆同胞,对老奖的分裂行为更是痛心极少。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三七,24岁参加北伐,29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。 蒋介石曾赐给他中正剑,以表彰他在北伐中的战功。 后来在围剿红军时,只要有他参与,总是能让红军头疼不已。 战神肃玉在面对他时都曾吃过败仗。 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,王耀武马上就意识到了,眼下最大的危机是日本人的铁蹄, 向安内必须先攘外,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战之中。 嵩护会战,南京保卫战他都有参与。 1938年的万家岭大捷中,就是他担任主力,歼灭了2000名日军。 长沙会战,上高战役后,他更是打出了抗日铁军的名号。 到1944年时,他已经是国民党第四方面军总司令,下辖12万大军, 负责在正面战场抵抗乡鄉鄂等地的日军。 1945年日本战败后,他又代表中国军队在长沙接受了日本的投降。 除了积极抗日之外,王耀武还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,就是他从不惜百姓的血。 王耀武在参军之前曾当过高点学徒,于是北伐成功后, 他就在武汉、长沙、重庆等地开办了振兴饼干厂。 不仅带动了经济和就业,同时也解决了军费问题。 抗战时,他还与解放区做过生意,缓解了我军的粮食和煤炭紧缺。 因为不缺资金,王耀武的部队也不需要抓壮丁来补充兵员, 苛扣军饷的问题也比其他国军少,又因为他擅长种田养猪, 所以他手下的兵也是国军中伙食最好的那一批。 他甚至还开办了军队子弟校,布下孩子上学一律免费。 1946年,王耀武在山东老家担任省主席时, 有不少亲戚老乡都想在这个封疆大吏手下谋个一官半职, 但是他从不偏私,一律以普通士兵的规矩来要求家乡族人, 即使是舅舅犯了错误也得隔职查办。 1948年,蒋介石任命王耀武为立法委员, 国大代表把他当作了抵抗解放军的救命稻草, 但当时战事临近,蒋校长又犯了喜欢微操的老毛病, 亲自飞抵青岛,向王耀武布置了详细的作战计划, 打乱了王耀武原本的部署,最终导致11万重兵镇守的济南, 仅仅8天就被解放军彻底攻占了,王耀武也在战败后被俘, 山东全境解放后,我军进入他的宅邸, 却发现他的家里只剩下两台美式拖拉机, 经过询问后才得知,原来他早就准备退役, 只想专心当个农夫,陈毅元帅闻听此事都唏嘘不已。 新中国成立后,王耀武进入了北京功德林战贩管理所学习改造, 主席还专门让罗瑞兴大校转告他, 你的抗日功劳我们是会永远记住的。 王耀武听到这句话深受感动, 于是他在改造期间不仅积极吸收知识理论, 还承担起了食堂打饭、吹哨集合、帮扶学习等细枝末解的工作, 所以在1959年,功德林特赦第一批战贩的时候, 王耀武就因为优秀的表现重新恢复了自由, 并在1964年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, 为祖国统一献进献策。 可以说王耀武的身上有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 要不是他身处国军阵营, 肯定能为新中国建设做出相当大的贡献, 所以我党不仅没有为难他, 反而帮了他许多忙。 比如在1965年, 国党就曾帮助王耀武联系到了多年未见的女儿王鲁云。 在解放战争末期, 王耀武觉得战败后可能会连累到家人, 便把家人送到了香港。 当时他还特地叮嘱妻女不要去台湾, 因为他知道如果家人去了台湾, 肯定会被蒋介石利用, 没有好下场。 所以王鲁云在香港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, 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王耀武的女儿。 最后, 还是王耀武出于对我党的信任, 才将王鲁云的藏身之处亲口告诉了周总, 这和他对蒋校长的不信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总理得知王鲁云在香港后, 便通过大公贸社长费移民将王鲁云带到了内地。 在北京饭店里, 王鲁云时隔17年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。 虽然王耀武此时已经年遇花甲, 还换上了帕金森, 但他那一口山东泰安口音还是没有丝毫改变。 在熟悉的香音中, 王鲁云小时候的记忆也逐渐清晰起来。 在他出生时, 王耀武已经是国民党将军了。 随着父亲四处征战, 王鲁云也辗转云贵鄂乡等地。 虽然父亲很少有时间照顾家庭, 但只要父亲一回来, 就会抱起王鲁云亲切地教他山东话, 让他不要忘本。 而且王耀武还严禁王鲁云打牌, 认为这是娇奢隐异的陋习。 虽然他身居高位, 资产颇丰, 但他始终不想让家属浪费一分钱。 为此王耀武以身作则, 王鲁云见到父亲时, 他总是穿着一双布鞋, 如果换了新鞋, 他还会在水坑里踩几下。 小王鲁云对这个行为很是不解, 便向父亲询问为什么要踩水。 王耀武回答他说, 新布鞋的鞋底还很干燥, 如果用力过猛, 可能会让鞋底断掉, 要让鞋底湿润了才能更耐穿, 这样可以省下一些买鞋的钱。 此外, 王耀武的重型重义, 对女儿影响也非常深。 抗日战争中, 王耀武的一个卫兵战死了, 在家中他难掩悲痛之情, 王鲁云也跟着难过了许久, 同时, 王耀武的情意也不局限于个人。 对于家国情怀, 他更是时刻不忘。 抗战胜利后, 他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策略, 但又不得不服从军令, 与解放军同事曹歌。 所以, 抗日时候比谁都积极的王耀武, 在解放战争中却有些发挥失常, 接连败退。 1947年, 莱武会战中, 他的六万精锐国军在仅仅三天内就被全歼。 第二年济南失守时, 他还曾对将士说, 内战不同于抗日战争, 不必为了国民党轻生殉国, 可见他不是真心与我党对抗。 在王耀武的影响下, 王鲁云虽然长期生活在国民党上流社会, 但他在心底最深处, 始终只认同自己中华儿女的身份, 并不是国民党的坚定拥护者。 这一次他来到北京, 见到父亲不仅仅没有受到虐待, 反而坚定地站在了我党一边, 正在为国家统一而努力, 他也就此下定决心和国民党划清了界限。 此后, 他又见到了杜玉明、 宋西连、 郑栋国、 廖耀香等叔叔伯伯, 看他们的身上没有了杀伐的力气, 一个个都变成了满脸笑容的小老头, 更让他感到新中国值得信赖。 但很可惜的是, 王鲁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, 不能一直留在父亲身边, 所以他仅在北京停留了一周, 便回到了香港。 不过, 王鲁云虽然人不在大陆, 但他和祖国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切断, 在改革开放后, 他更是为国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。 70年代末, 王鲁云的丈夫黄振辉, 在香港先后兴建了康乐园、 锦绣花园两个豪宅相, 张国荣、 许冠杰等大明星都曾居住在这里, 王鲁云夫妇也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。 当时正值大陆改革开放, 王鲁云见回报祖国的时候到了, 便开始寻找机会进军大陆市场。 1982年, 在招商局的牵线搭桥下, 王鲁云夫妇投资上千万港币, 参谱了中国南山开发集团, 共同开发南海的石油。 虽然千万规模的资金在国家项目中并不是很显眼, 但这些实打实的外汇对刚刚开放的我国来说还是十分宝贵的。 直到今天, 王鲁云仍然持有南山集团3.9%的股份, 是这个国企中最大的私人股东。 1993年, 王鲁云持股的深池湾集团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, 将香港的码头管理经验带到了大陆。 除此之外, 王鲁云也像王耀武一样将家国情怀传给了下一代。 他的大女儿黄慧珍在山东莱州等地有多个投资项目, 担任过山东省政协委员, 很早就提出过要摒弃所谓的九州文化反对强硬劝酒的漏气。 二女儿黄慧珍则继承了父亲的地产生意, 至今在香港仍有一定影响力。 三女儿黄慧珍参与创办的弘历书院, 始终坚持普通话教学, 如今已是香港最顶尖的私立学校之一。 与此同时, 黄慧珍还担任了香港特区中央政策组的顾问, 在一国两制和政令研究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 2006年, 王鲁云又在全球前三的斯坦福大学, 出资设立了王耀武将军奖学金, 优先颁发给大陆留学生, 其次来考虑港澳台学生, 就是因为他不忘父亲一致, 希望能为祖国大陆培养更多人才。 在2013年, 济南日报采访王鲁云时, 他曾说道, 我为父亲能葬在八宝山而骄傲, 因为那里都是对祖国有贡献的人。 至于他自己为祖国做出的努力, 他却觉得还是太少, 如今再回头看王耀武和王鲁云这对妇女, 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, 虽然王耀武身处国民党阵营, 曾在一段时间内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, 但他并不是罪大恶极的旧军阀, 在王耀武的经历中, 我们反而能发现许多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, 也正是他的全权爱国之心感染了王鲁云, 让他和女儿们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建设祖国而努力, 而这一代代的传承, 恰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实现复兴的关键。